立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气,从气温角度来说,经过一下天的库处煎熬温度将不见恢复,到凉爽舒适的状态。 从生活角度来说,苦夏气候干燥,农作物生长困难,在古代很多时候夏季,多发自然灾害生活会很艰难,而立秋之后有剧俗语教,立秋下雨吃好饭,意味着立秋后大家可以大吃大喝。 当然这些说的都是过去生活物资溃乏,靠天吃饭的年代,现代人没有了能否吃饱肚子的困难,就开始琢磨,怎么吃得更健康,更养生了。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时,就跟大家聊聊,立秋之后养生吃三种豆,三种鼠,长寿老人的饮食经验。 一,立秋之后养生吃三种豆,一,立秋之后吃这种豆,姜豆姜豆的营养价值很高,有益于被人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,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及多种维生素,微量元素等,能补充机体所需的大部分营养素。 在中医眼中,姜豆还是一味中药,中医认为,食用姜豆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补肾健脾,养胃义气,很适合脾胃和肾脏功能不好的人食用。 二,立秋之后吃这种豆,黑豆黑豆富含暖磷值和灶带,暖磷值能减少坏胆固醇,防止动脉硬化。 而灶带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,能有效预防癌症和肥胖,它还有改善血液循环,提高排尿能力,消除浮重的功效,不但有助于减肥,还能让人保持精力充沛。 三,立秋之后吃这种豆。 豌豆秋季有减肥计划,的人可以多吃一些豌豆,减肥的人非常需要B毒维生素,但往往摄入不够充足,豌豆中的B毒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,适合在减肥期间多吃一些。 二,立秋之后养生吃三种鼠。 一,立秋之后吃这种鼠,子鼠子鼠富含锡元素和花青素,锡的营养界被称为抗癌大王,亦被人体吸收,具有修补心机,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效。 花青素则被誉为第七大必需营养素,能够起到抗氧化,抗疲劳,保护肝脏的作用。 二,立秋之后吃这种鼠,山药山药在一些地方也被称作鼠药,同样可以归为鼠类食物。 中医认为山药既滋烟肉历史,能滑热肉殊刺,能健脾补肺,护肾一经,且含蛋白质最多,在此补皮肋药中是无上之品,所以如果孩子经常感冒,就不妨给孩子多吃点山药。 三,立秋之后吃这种鼠,芋头芋头除含大量淀粉外,还含一种其他食物很少含的粘性蛋白,这就是为何生芋头在削皮后摸上去,会有一种粘手的感觉。 芋头所含的粘性蛋白,在被消化到吸收之后,可激活人体内的巨石细胞和淋巴细胞等重要免疫细胞的活力,从而增强人体的抗癌和抗病能力。 各位朋友,你还知道哪些适合秋季吃的养生食物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食疗经验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